骑士停好车位往前方走去 没多久后再次出现 只见他步伐急促 坐上机车就想离开 原来就是因为这个时候 他黑色后背包里头 多了两只小生物 全是他偷来的 在铁制的围里里头爬呀爬 就是这两只印度新龟 龟可呈现独特的新型放射状 深受陆龟爱好者的喜爱 而当初放养在店家外头 却被有心人士盯上 平常就是放出来 给人家晒晒太阳运动 吃饭这样子而已 晚上就收进去了 吓死我了啊 因为养十几年的宝贝 被人家偷走 事发在新北市的一间眼镜行外 店家因为兴趣 养了各种种类的乌龟 当时27岁的秋幸嫌犯 趁着店家补助一时 把两只价值六万块的 印度新龟放进后背包 甚至还假装跑进店内询问 说乌龟怎么不见了 想要避开嫌疑 却还是被监视器拍下 遭警方训线逮注 嫌犯公称 他就是在附近工作 刚好看到店家饲养的 印度新龟才想犯案 甚至在犯案后 还一度拿到水族馆想卖掉 因为他拿去水族馆卖 就是会破他们 所有的群组嘛 然后有的拿去卖 好像是 可以是跟我们家的乌龟很像 他们就会通报 一只乌龟差点被卖掉 好险水族馆通报 另一只则是在嫌犯被逮后 主动拿出来归还 囚信嫌犯 事后被一切到罪嫌遗送 被判处居一三天 得一颗罚金三千元 这回只是因为缺钱花用 竟然把歪脑筋 动到乌龟身上 没赚到钱 反而先吃上官司 TVS新闻 黄振国张玉茂无新宴 新闻市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